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平时在买包的时候呢 希望说你买回来的这款包 它是百搭经典耐看耐用的的话 那以下的这六款包就千万不要买 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包包合集 有些是喜欢的 有一些呢是有点小踩雷的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一下建议 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首先第一类千万不要买的包 没有使用场合的包 如果说你是一个不上班的人 却买通行包 不旅游的人买旅游包 或者说不聚会的人买晚宴包的话 那这一款包买回去 肯定都是在旁边积灰尘 很少会用到的 像我这些年都是没有买过 不适合自己场合的包的了 我都是符合日常的这种所需在买 但还想跟大家提一下 我自己所拥有的两个这种奢侈品的包 就是爱马仕的Kelly 一个这个是28的黑金的box皮 另一个呢是32的黑银的box皮 那其实当时我种草爱马仕的包包的时候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Barkin 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Barkin的时候 就好多年吧 当时觉得哇Barkin好大气好好看 然后皮质也很美 所以到后来呢 我就一直都很喜欢这款包 那直到我要入手它的时候呢 我就冷静了一下 想了一下 我觉得说Barkin的那款包呢 虽然好看 但它有一个缺点 就它是只能单手提的 它是没有像Kelly有这种肩带的 那我自己种草的Barkin呢 又是比较大尺寸的 我自己喜欢35的那个尺寸 那我就觉得说 只能手提的那么大的一个包 真的很难背 所以我应该会很少用它 所以后来呢 我就想说诶试看Kelly吧 所以我就先入手了28的这一款 结果我具喜欢 就真的是入手回来 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后悔 就很庆幸自己先入手的Kelly 而且Kelly的这款包 它的整个风格变化也很强 比如说当它扣得好好的时候呢 它又很有公文感 像我平时背呢 就会把它完全敞开 它就很大气 就比较洒爽 然后慵懒一点 你想怎么搭配都可以 往酷感一点的方向 往优雅 往女性感的方向 它都可以 最后来我才又买了 三二的这一款 那第二个千万不要买的 就是不实用且装不下东西的包包 我记得前些年是有流行过 那种小肺包的 而且是越小越好 就很多是放在手掌上 那么小的包都很流行嘛 有很多的朋友都会买 那我自己是一直以来都觉得说 包包装不下最基础的东西 我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我觉得一个包吧 起码它是能够装得下 我的手机和卡包和口红的 那我目前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小包 其实数量也不多了 就我慢慢慢慢的都会倾向于去买一些 起码是Kelly那种容量的一个包 那像这种小包 我入手回来主要都是为了搭配和风格感的 那我目前手上有三款 那先讲一下这一款吧 是容量最小的Stella McCartney 我已经买了有将近四年的时间 当时入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 那我入手它的原因呢 就在于说它的整个 你看这个绳是链条的背带 所以当你背在身上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可以给你身上增加一个五斤的点缀 同时也因为它这个包比较小吧 因为通常链条都有点重嘛 所以它这个小包呢 增加链条也不会说负担特别的大 如果你去买Stella McCartney 它的这一款的大号 那才真叫是一个重 就它的整个重量都在链条上 但不得不说因为它容量的问题 我用它的时候比较少 接下来呢 就是这款YSL的Caya的这款包 我也入手了好几年了 然后它是属于这种滑的一个box皮的材质 然后搭配了YSL的这个经典的logo 那我当时入手它的主要原因就是 当我在搭配的时候 如果我希望穿它的风格上 可以融入YSL的那种比较叛逆 然后有一点点像那种吸烟装的 那种萨爽的感觉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这款包包去背 因为品牌嘛 它都是有一个品牌灵魂在那边的 会有一个固有的对那个品牌的一个印象 也不是说有logo就不行 但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精髓的东西 放到里头是OK的 然后这款包的容量也还成 就可以放手机 还可以放钱包和口红钥匙等等的 是可以刚刚好塞进去 但我说实话我也背的比较少 因为我现在出门呢 带的东西还挺多的 像什么护手霜什么的 我都会带上 甚至我最近开始出门要带梳子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包呢 是我在去年的夏天入手的 是来自一个设计师品牌 Yoshi Yamamoto嘛 也是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包包里面 价格最低的 当时我入手它就是希望说 我在搭配一些先锋感的衣服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这一款的包包去搭配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高 我觉得总体的质感也挺好 所以我就入手回来了 是一个这种小的口径包 容量也很不错 因为它侧面会比较厚 所以装的东西呢会比较多 但如果你塞满了的话呢 要去掏最下面的东西会比较难掏一点 那接下来第三个千万不要买的包呢 就是那种设计很扎眼 当下很流行的包包 就比如说像那种广告满天飞 然后明星代言 然后上升 包括有很多网红都在同一个时间 拼命上升的那种包包 像这种包呢就说明这个品牌 它是在拼命推广的嘛 而且它就是想要在短期的时间里面 像一个hive一样 拼命的把它推出来 然后不断的让你看到 刚开始你可能看的时候 觉得还挺普通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 可能明星啊背的还不错 然后你看顺眼了 因为觉得好像还可以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它又是一个 很短时间的在推广 所以会有很多人想要 可能会有断货的问题 那也会激发人们想要去 抢购的一个欲望 所以这个品牌呢 就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把这款设计的包 把它的价值给完全的榨干 像这些年这种包也很多嘛 我自己印象里最深刻的 就是Prada的Celio的那款包 当时我真的好喜欢那款包啊 就我觉得它的整个流线型 然后那个皮又是有点亮的 box皮嘛 再加上它那种未来感 就我觉得这种包型 当时出来还挺少见的 所以我就非常种草 但我就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 大概半年吧 我就发现说这款包很明显的 就是Prada他们家 就是想要拿来赚快钱的 各种各样的推广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入手 看事实证明也是它过气的非常快 现在再看就觉得 已经是一个很过气的包的 除此之外呢 像Chanel他们也出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款包 最早的那种流浪包呢 也是当时红极一时 各种各样的明星都在上升 然后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在买 但现在你看也是一个过气的包包了 而且是所有人统一共识的 都觉得它过气了 像这种包 千万不要买 那接下来第四个 千万不要买的包 就是各种奇怪颜色 或者说各种节日限定的包 比如说像情人节的限定粉色款呀 小爱心的包包啊 或者说像是圣诞节的大红色的包 就各种跟节日沾边的包 都不要入手 那种完全就是品牌在摆烂的时候呢 它就出点这种限定款 可以拿出来卖卖 然后赚一些钱 因为它也没有增加额外的设计 很简单的嘛 包包也就是拿以前的一些经典款的包 那像这种包包买回去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很难日常用它 因为它太过具有节日感了 所以买回去通常也都是压箱底的 这里呢也是要给广大的男性同胞们说一下 如果想要送给女朋友礼物的话 店员给你推荐各种什么情人节的限定款呀 圣诞节限定款呀都不要买 就买经典款就好 送给她了之后呢 她才会常常被要般真的压箱底了 那除了这种节日限定款 像那种奇怪颜色的包包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一些奢侈品牌的 就那种很贵价的 你如果特别喜欢想要做颜色搭配的话 可以买一些品价的 比如说像我之前已经推荐过很多次的Uber Revival的 一个包就是四五十美金几十块钱 然后你背一下搭配一下 不喜欢了的话呢也不会觉得特别心痛 你就是把那个引过了就好了 而且品质也很不错 那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奢侈品包的彩色 那你买回去几千块钱 但它平时搭配的时候又很难搭配 就会很浪费钱嘛 那为什么这种彩色的使用率会比较低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彩色 在你平时没有化妆或没有打扮的时候 或你身上穿的比较素 你背一个很亮的包 它会反而显得你的整个人没有气色 很邋遢 就会显土气 我相信平时大家肯定也都会看到 街上有人比如说他完全没打扮 但却穿了一双很精致的鞋 和背了一个很精致的包 就显得非常的古怪 就是你不知道它究竟处于哪一个场合 所以像这种彩色的包呢 它也不是说它就背不好看 而是你一定要搭配 但你平时如果不认真搭 它就很难背好看 你就很难经常去用它 所以我自己的包呢 还是基础色偏多一点 黑色是最多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黑色的皮质 然后不同皮质呈现的光泽也不一样嘛 然后其次还有一个颜色 我很喜欢就是白色 最早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很少会买白包吧 就虽然它是一个基础色啦 但因为我这两年呢 非常喜欢那种浅色的穿搭 因为我觉得穿在身上呢 会有一种很静谧的感觉 而且它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不耐脏 所以我就渐渐的入手了两款白包 一个呢是Lemette的这一款 牛角包的白色 材质呢就是帆布涂层的这一款 然后它背在身上的时候呢 会自带的有一种 慵懒质朴的效果 就有时候穿一些亚麻的衣服 背它都会非常好看 而且其实还挺能装的 就它的容量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我还入手了一款白包呢 是来自The Road的这一款 那我当时入手它的原因呢 是它的这个颜色 就我喜欢的这种米白 大家看我都是买的米白的 而且其次呢 The Road他们家的这个皮质真的很好 我觉得完全可以排上奢侈品牌的前三了 应该仅次于爱马仕了 就目前来说 因为很多的奢侈品牌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差 The Road真的好太多 所以这款我都很喜欢 经常背 那我自己目前呢 唯一拥有的一个偏贵价一点的亮色的包 就是这一款Lemette的红色的牛角包 但它是属于那种暗红色 不属于正红 所以你在搭配的时候呢 不是说你一背就会觉得说 今天就过节了 而就是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用它来直接搭配一些 比如说纯的米白的一套 然后它一下子pop up嘛 然后会有一个亮色的搭配 或者说拿它来做一些颜色的撞色 千万不要买的包 就是因为打折而买的包包 如果你本来就喜欢的东西 然后它突然间打折了 那我们入手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如果你是看到这个牌子打折了 你才去逛 为了买而买的话 通常买回来都是会后悔的 那我现在是不会因为打折而买什么样的东西了 但是呢我有两款包 它们两个的价格是有一定差异的 一个相对较为便宜一点 一个相对较为贵一点 就我买的前后呢 时间相差的有两年多 但因为我觉得它们两个现在有点壮 所以我也很纠结 要不要留下它 一个呢是我在大概两三年前买的这一款Prada 然后它是一个小tote 然后你是可以跨在肩上的 平时也可以手拿 就看你要怎么背 我当时爱上这款包 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纯皮质的感觉 其实就跟爱马仕的这个小菜篮子差不多嘛 就整个审美是一致的 那这款包呢一直都是我的新头爱 虽然它不是Prada的主推 其实它就运营了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就不要买它主推的包 这款包我就这些年背上来都很喜欢 而且很少能碰到壮包 就没有看到人跟我有一样的包 而且经常背出去呢也会有人问 就说哎这是哪款名字是什么 那另外的这款爱马仕的菜篮子呢 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入手的 就当时正好那个店里面 它就有一款这个包 等于说你就是可以walking去拿的 所以我就买了它嘛 就又是我很想要的黑银 而且爱马仕的皮质我也真的非常喜欢 就你看它们俩的皮都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这一款呢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偏滑一点的皮质 但是爱马仕的这一款呢是属于那种颗粒牛皮 而且是大颗粒的也会比较扎实更厚实一点 自从入手的菜篮子之后呢 我就背的有点少了 我就纠结要不要把它卖掉 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大家可以跟我留言一下 看看我要不要卖掉它 因为我觉得它也挺经典的 我买包还是挺保守的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款式 那接下来第五种 千万不要买的包呢 就是背着不舒服的包 比如说肩带呀就容易往下掉啊 一直不停的滑呀 然后一直不停的拉就很难受 或者说那个肩带很勒人很重 像这种包包买回去呢 都是越背越生气的 我是真的非常讨厌那种 背了会往下滑的包 那说到这个肩带呢 也有一个我自己入手回来 但有一点点后悔的包包 就是这一款Chanel的CF的Maxi的尺寸 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CF的中号的黑银款的 那后来呢我就想说想买个大好的 因为我喜欢大包 我就看中了这个Maxi 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 因为Chanel的包都是这种链条的 又重又勒 然后如果你又搭配一个这么大的包 而且它自重还蛮重的 你什么都不装 就已经是负重累累 非常痛苦了 所以这款包我买回来之后 只背了个两三次 我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卖出去 因为现在Chanel也是狂涨价嘛 我发现它也比我当时入手的时候涨了一千多美金了 我就想说再给它个半年时间吧 如果我再不配就把它卖掉了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在家里面放一些我不会用的东西 那我自己尝试下来呢是发现了你选什么样的肩带会比较好呢 所以就要跟大家聊到我这两年非常喜欢的The Road这款Park Toad 希望是我出门旅游啊要出远门啊 甚至日常我都会背它 因为它又百搭又好背又好装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装进去 其中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的肩带 我觉得它的整个肩带的宽度设计的很好 就属于那种偏窄但是又不会过窄的类型 它不会勒肩膀 但是你它背在身上的时候呢 它能够刚刚好的卡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个窝窝这 它就不会往下滑 而且皮质也真的很好 你看我现在用很久了 平时呢就在里面塞个这个防身带 防身带里面多装些东西 比如说像那种平时不要的打包的那种纸啊 把它塞在里面揉成一个这个包的样子之后 塞进去它就可以固定住了 那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肩带设计很好的包包 就是LV的这一款帆船包 Neverfull 那它的整个肩带呢 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细比较窄的 也是不会往下滑的 而且因为它两根嘛 它的重量也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也完全不会觉得勒 那这款包呢 其实是我的第一款奢侈品包包 我看了一下小票是在11年前买的 是我当时高中毕业 然后跟爸妈去香港旅游的时候 我爸说给我买的第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所以我对它呢 不光是我觉得它非常经典又好背 平时要出远门背很多东西的时候呢 我都想要背它 其次还有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它对我有回忆吧 就有感情 所以我就把它留到了现在 而且说实话真的 LV的这个老花 看到现在我都觉得很经典 很耐看 也不会觉得很夸张 早些年的话呢 就可能七八年前吧 那个时候LV的老花满大街都是嘛 就真的还挺多的 所以会看腻 有段时间我就非常不想背 但这些年我发现 就反而这个LV的老花 背的人少一些了 反而还就突然间又看顺眼了 那说到这个大包呢 我其实还有一款大包 就是The Road的这一款 那我当时入手的就是 最大的一个尺寸 因为我希望它背在身上的时候 就是非常大气的 而且我觉得它跟爱马仕的Burking 35呢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是有差不多的感觉的 就比较简约大气一点 但它的五金存在感没有Burking那么强 所以我觉得它会更低调些 而且它还有一个大的改善 就是它的这个肩带 就这个手拎的地方会比较长 它是可以肩背的 就Burking的那个肩带是完全无法肩背 所以就还挺麻烦的嘛 这一款我觉得它只要优化在这里 我就觉得更喜欢这一款 所以后来入手了这款的肉 到现在我都好爱 而且我买的是这个马鞍皮的这个花皮 好漂亮这个皮 真的太美了 那接下来第六种千万不要买的包 就是与你的穿搭不匹配的包包 因为穿搭讲究的是一个整体感 它是你从上到下 从衣服到鞋子到包包到配饰 大家的一个互相呼应达到的 一个非常完美的氛围感 当你把那个风格做到极致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说你很有品味 但如果说你整身的话呢 所有的重点就放在某一个东西身上 尤其是就放在单衣的包包上面的话 那就会显得太过的单薄了 就是会有一种爆发户的炫富感 就是来自于说你整身上面的一个不和谐 所以大家平时在买包的时候 一定要想一下自己平时衣柜里面的衣服 大概是怎么样的风格 如果你就喜欢休闲一点的话呢 你在买包的时候就不要买那种太夸张的包包 因为你搭配的时候肯定会很难搭配 那如果你的衣服里面基础色比较多的话 那我们在选择包包的时候 就可以去选择可以与之呼应的一些基础色 那我自己平时的衣服呢 也是属于这种大地色系 然后基础色系比较多 我自己比较喜欢 所以我在选择包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种坨色系棕色系的包 因为这是我平时穿的第二多的一个基础色 那我就慢慢的就有入手了一些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分立的这一款Piccabo 然后当时我喜欢的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走线的一个明线的感觉 它是很粗的那种走线 它会有一种浓烈的一个手工感 同时这款包包也是一个有肩带的包 它是有配的这种我现在装在里头 所以你平时背的东西比较重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肩带拉出来 然后背在身上 也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负担 再加上我觉得Fundi的皮质吧 就我这一款呢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就皮质也是那种细腻油亮的颗粒牛皮 我觉得如果大家平时要找一些质感的包的话呢 第一是爱马仕的Picc是最好的 真的就是肉眼看的太好太好了 第二个是The Roll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在Fundi找找 我觉得是有不错的皮的 这款反正我买回来就一点都不后悔 很喜欢 那另外一款包呢 就是Polo Ralph Lauren的这款几皮的ID bag 是他们这些年很红的一个包嘛 就属于这种满安包的一个包型 比较圆润一点 是属于我没有的一种包型 它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可鞋跨可肩背 就看你想要怎么背都OK 而且装的东西很多 背上的话呢 就立马会有那种西部牛仔比较洒爽的风格 像我前段时间就去骑马也有背它 搭配一套很合适 那另一个我准备的棕色包包呢 就是爱马仕的这一款 Heart Bag 那它也是我在去逛的时候看到正好就店里面有 然后也可以直接拿走的 那我入手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它跟Kelly的包型是一样的 就因为我真的实在太喜欢这个包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Heart Bag很不错 其次呢就它下面是帆布的嘛 所以它整个风格呢可以走一个比较休闲 随意的风格 而且我觉得它搭配风衣会非常好看 我说那种棉麻感的风衣都会很好看 所以我就入手了它回来 然后经常在背 其实我在入手之前呢是有点怕的 因为我发现网上有很多朋友说 它的这个开盒很麻烦 但我发现我买包嘛就背这个Kelly 我是基本上不会扣它的 所以说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如果你真的喜欢 经常要去扣它 然后打开它的话呢 是真的还挺麻烦的 那好了 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六种千万不要买的包 和我自己的一些奢侈品包包的合集 都是我近些年比较爱背的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你这些年买到的哪些包是自己非常喜欢的 那又有哪一些呢是采雷的 都可以多多的分享 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觉得有必要留那一款Prada吗 如果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呢 记得可以点击关注一下 之后就可以看到更新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